来关新式乌尔战争 乌克兰最近看似是处在劣势 不过也有一些反击的动作 像是使用迫级炮弹来击退俄罗斯的战斗侦察队 同时炸毁了俄罗斯西南部一座运送军援物资的铁路桥梁 而同时呢 乌克兰也呼吁西方国家应该要将之前 为了抵制俄罗斯所冻结的银行账户跟资产 通通来交给乌克兰处理 帮助乌克兰投入国家的复原跟重建 弹药终于来了 乌克兰东部战线收到国产的120毫米口径破级炮弹 及时抵御俄军的小规模攻势 只是乌军仍然普遍缺乏弹药 对面的俄军明显比他们火力更加充足 CNN记者在乌冬战线观察到俄军频繁开炮 双方的差距越来越悬殊 乌军的士气日渐消磨 乌军者在乌军掌上的高手上为数不多的步兵战车机动出击 搭配后排的炮兵火力支援 但面对俄军的人海战术撑不了多久 尤其是丢了阿夫迪夫卡要塞之后 防线明显真空 上周五军陆续撤出阿夫迪夫卡西北部的两座村庄 沿着沟渠设防 但是俄军持续推进南北侧的两座村庄 伯迪奇 托南克快要守不住 眼看节节败退恐怕连续丢掉四个村庄 基辅频频信心喊话 但是已经挡不住前线士兵的质疑声浪 阿夫迪夫卡撤退兵荒马乱 基层矛头指向刚刚取代札鲁兹尼 担任乌军总司令的斯尔斯基 太过自信 没有想到他却先振钱甩锅 直直属下指挥不力 还一连撤换了好几位旅长 无军并没有内斗的本钱 另外一条战线的马林卡附近 俄军再度差旗占领了一座城镇 近来俄军从北到南 在巴赫姆特阿夫迪夫卡马林卡 发动攻势 几乎打出了三个防线的破口 让乌军疲于奔命 根本难以互相支援 不过总统泽伦斯基确说 已经掌握到了俄军的进攻计划 话才刚说完 俄军黑海舰队 意思到2021年 才下水服役的巡逻舰 谢尔盖科托夫号 传出遭到乌军的 无人艇重创爆炸 可能是报复俄军连日来的空袭 南部港都奥德萨 周二清晨遭到俄军22架 无人机袭击 乌军拦截了18架 造成多栋娱乐设施起火燃烧 幸好当时里面没有人 最近频繁遇袭的 不只有奥德萨 靠近乌南前线的 赫尔松村庄 也看得到俄军的炮击 越来越频繁 本来居民还能够 传口气中洋葱湖口 但随着战况再度紧张 恐怕真的跟乌军士兵索爷 今年会是最难熬的一年 Terry选中不到 而对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民众来说 过去这段时间也是非常难熬的 因为战争看不到结束的尽头 虽然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 都已经公开谴责以色列 呼吁双方要马上停火 不过两边的地面战 目前是还在持续的 而以色列同时还面临到 黎巴嫩真主党跟夜门胡塞组织的挑衅 而最新公布的一份联合国报告就指出 哈马斯涉嫌涉及了性犯罪 对待人质的手法非常残忍 美联社记者在以色列访问到一半 火箭弹就打来了 五金行老板赶快带着大家袍 但这不是来自加萨哈马斯的攻击 而是黎巴嫩真主党 以哈冲突打了多久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炮火就持续多久 坦克装甲车都往边界送 是常态 最近一波冲突还导致一名外籍一共身亡 眼见与黎巴嫩真主党的交火 没有缓和迹象 美国出手了 拜登派出特使赶赴黎巴嫩 接连拜会了黎巴嫩的看守总理 以及和真主党走得近的国会议长贝瑞 就是要向真主党放花 美国要真主党克制 但是连日来和真主党同样是有伊朗撑腰的 燕门叛军胡塞武装组织都没在安分 燕门政府才刚派人视察 遭到胡塞集成的货轮红宝石后 是否造成生态污染 没有想到胡塞又攻击了 胡塞组织打着声援巴勒斯坦大旗 屡次拿商船开刀 结果却无助于换来和平 以色列持续在加萨南部扫荡攻击 就连在约旦河西岸都是枪战不断 还造成了巴勒斯坦一名16岁青少年丧命 以巴战火乱成一锅粥 距离停火协议的最后可能期限 3月10号的斋戒月越来越近 却传出以色列和哈马斯两方提的条件 含有德桥 癥结点包括人质换球的比例乔布隆 还有哈马斯要全面停火 并让大量平民重返北加萨 而以色列则要哈马斯交出人质名单 并列出哪些死亡哪些还活着 但是哈马斯说办不到 哈马斯明显是把人质当成最后王牌 就是不先底牌 目前两方还在僵尸当中 吊诡的是以色列此时还上演大内斗 纳坦雅胡的最大阵敌 甘斯突袭访问美国 还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会面 贺锦丽的一席话 民事暗示要以色列乖乖配合 对话的却是纳坦雅胡的最大阵敌 这是不是代表美国对纳坦雅胡的耐心 已到尽头 甘斯突如其来的防美协议 让纳坦雅胡大为震怒 直说他不能够代表以色列政府 而此时巴勒斯坦指控以色列 又对加萨中部空袭 击中了从科威特运来的物资卡车 还酿成至少八个人死亡 这让加萨的饥荒危机更危急 嗅出孩子们饿到瀕临死亡的惨况 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向各国求助 就担心再不停火 会有更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把镜头转到加勒比海的海地来看 这里现在社会是陷入动荡 治安进入了黑暗期 因为从2月份开始 就有帮派分子掀起了大规模的动乱 突袭当地最大的监狱 有将近4000多名的囚犯 一下子全部都越狱成功了 所以在当地的西部省 现在是进入了紧急状态 尤其在首都太子港状况特别的危急 因为有超过八成的范围 现在都是由黑帮掌控的 甚至连国际机场的掌控权 现在都落到了帮派分子手中 海地总统亨利目前仍不在国内 他去肯亚访问之后就音讯全国 就整个国家可以说是群龙无首 让这些帮派大佬更扬言 要趁机推翻政权 我国有帮海地首都太子港又传来阵阵枪响 民众惊吓把腿狂奔 一旁道路标语还写着 往国际机场 无奈这里已经全面停摆 沦为战场 现场还有大批鹤枪实弹的军警穿梭 就是要避免黑帮成员 进一步夺取机场的控制权 海地从2021年前总统摩依氏 遇刺以来 国家治安不断恶化 目前首都地区有高达80%的土地 避免黑帮把持控制范围快速长大 CN记者深入海地采访 竟然目睹当地越来越失控的场面 接着百姓害怕国家全面崩溃的恐惧感直线飙升 类似的枪战画面 天天上演 这些主要是军警和帮派间的搏火 海地黑帮到现在还是会乱绑人 有时甚至嚣张上传抖音影片 炫耀手中的武器 许多民众因为太害怕 开始自行设置路障 年轻人更是看不到未来 一名海地14岁的少年向CNN坦言 11岁时就被黑帮吸收帮忙焚烧遇害者遗体 许多妇女也说受过暴力伤害 海地这波混乱升级 一早从2月初就开始酝酿 当时有大批民众上街游行 他们一方面反政府 一方面也反黑帮猖獗 过程中却还是爆发抢劫商家的乱象 这之后海地情况快速恶化 上个周末海地黑帮一举攻破主要的监狱 导致数千名囚犯逃遇成功 广民拍下监狱的牢笼一个个敞开 附近道路还躺着重枪遗体 更可怕的是这里环境恶劣 除了堆满垃圾外 水公里还爬满一条条白色的区 他就是海地最大帮派领袖 但当地除了黑帮和政府间的对抗 海地还有第三个从政府分裂出来的 武装环保机构BSAP BSAP尽管不是黑帮 却被军警视为反政府人事 二月就有好几名成员 在冲突中遇害令民众愤怒难平 海地的内乱没完没了 联合国人尝试用直升机运送物资 却因为情况不稳经常分配困难 当地就有民众对着CNN记者 手笔肚子的位置 暗示自己没东西吃 这是海地农工自行编出的歌曲 讽刺是国家动荡之鱼 海地总理亨利依然在海外出访 这样的情况连率领对抗的BSAP指挥官 都说不报太多希望 若有机会他会将子女送出国外 确保家人安全 给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近年来成为很多投资客去买房的首选 逐渐取代大陆成为外国买家最有兴趣的亚洲市场 像是首都东京的公寓价格 从2012到2019年大概都有33%到43%左右的涨幅 而去年一整个上半年日本房地产的国际投资总额是来到了5130亿日元 这个数字跟前一年相比是有大幅的成长的 原因就在于日元是长期处于疲软的状态 而借贷成本又是处于新低的水平 再加上日本的政治局势已经趋于稳定了 有政策的加持就吸引了国际的资金注入 新型环境建筑新颖 日本房地产这几年询问度高 居住环境良好 加上长期日元疲软 借贷成本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让这几年海外投资日房产的人逐步增加 目前的话可能还是以观光热门区为主 交通便利性是我们的首要考量 当地的法规跟物业管理费的这些费用 都还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的话 那我们还是会有这样的考量存在 日本能够吸引各国在日本来制产的 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日本来说 它的政治经济相对比较稳定 而且又是观光大国 除了吸引观光客之外 也能创造在地的商机 因此能够吸引很多制产族看准 未来的整个市区的发展 日本房地产询问度高 从数据面来看很明显 根据统计从2023年1到9月 外国个人买家的询问量 成长到5到10倍 机构投资客 主权财富基金 私募股权还有个型企业 都纷纷表态 在最热门流动性最强的房地产市场 能够占有一行之地 外资大量逃离中国大陆之后 寻求新的立足点 此消笔涨之间 日本正取代中国 逐渐成为吸引力的资金地点 这几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以后资金潮各国的房间 都要大幅的上涨 以日本来讲 日币的汇率又一直在贬值 所以一来一往之间 在日本投资制产的成本 跟很多国家本国制产来比 就相对低连许多 这也是很多投资方会 抢进日本的一个关键 张家表示受惠于安倍经济学 另外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支出 还有日元贬值 以及日本央行 积极量化宽松政策 来刺激经济 推出以来 日本房地产价格上涨 货币政策启动 交易量于2012年开始回升 2013年大量成长 2012到2019年 东京公寓的乘务价格上涨43.2% 通膨调整之后为34.1% 其中新公寓价格上涨33% 通膨调整之后来到24.5% 在日本有业务拓展的需求 需要购置办公室 又或者是观光业者 需要在日本购置相关的饭店 以及住宿 对于这类型的投资 需要注意到他投资标的的 交通的便利性 以及未来在经营上面 违运维修的成本 那这一块呢 可能会影响到他投资的效益 官方数据支持长期乐观的投资人 从重量联航报告显示 2023年上半年 日本房地产 国际投资总额来到 5131日元 比起去年同期的 3621亿日元来得高 东京房地产投资总额 升到第14位 达到93亿美元 数据领先 纽约 巴黎 达拉斯 还有伦敦 大阪只以19亿美元 位居第29位 其实询问度变高很多 这是事实啊 只是说当然这个时间点 因为日币汇率的影响 造成很多客户会过于冲动 所以我们最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 客户会不会说因为日币而忽略了 房地产的一些本质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尽量提醒 因为以日本来说的话 虽然对于外国人的限制可能没有那么多 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包括了贷款 那另外来说还有一些地点等等 先天条件上面 可能对于外国人要去进行投资 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提醒 如果想要换日币 去做日本不动产的投资的民众 可能在下手之前要特别留意 就算日本央行开始升息 多年零利率政策终结 但在内外环境考量之下 仍维持日元汇率在偏弱的情况 民选回升之前 日本房市还有炒作的投资空间 但专家也表示 投资日本房地产要多做功课 地点交通还有后续管理都是关键 买之前一定要先想卖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你是买海外 除非你变成当地人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你有一天一定会卖它 但是卖这件事情跟买是完全不一样的 买你有钱就可以 卖你其实你要卖给谁 你的房子好不好卖 有没有人可以帮你卖 那你的房子未来在 还没有卖之前的中间的处理 这些要谁处理 其实这个都很关键 日元疲乱 日房正夯 看准实际进场 但下手前多点功课 投资 更具效率 TBS新闻六号来名 台北产保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